另外在玉里镇高辽大桥及卓西乡轮天大桥 应声断裂交通中断,警方随即展开封桥 避免发生危险 不过由于这两座大桥都是部落社区居民主要连外道路 现在不论是外出农耕或者是要回家 都必须绕到多上30分钟的时间 居民很无奈,但是也惧怕天灾的破坏威力 918台东池上规模6.8的墙镇 重创临近的花莉南区玉里、福里以及卓西三乡镇 玉里镇高辽大桥被震到扭曲变形 当时有三人跌落桥墩受伤送医 警方也立即封闭桥梁禁止通行 另外卓西乡轮天大桥也无信免 鲜接的道路路面隆起破裂 整座桥梁也断成好几节,看了出目惊心 是同盖啊,是整个同盖 所以那边看起来拉风水线是不是? 我们应该不用去 主要的进出要道断裂中断 以往来回只需5分钟的路程 现在得要花上半个小时以上的时间相当不方便 也是对面嘛,如果说从对面来几分钟就到了 4、5分钟就到了吧 现在是要绕道 放那边去了 哪边? 福里去了 然后再进来这样 对啊,怕不是怕它大 怕是怕它一直摇 因为云震太多 也由于这两座大桥结为附近部落社区居民主要的连外道路 现在桥梁严重断裂,无法通行 也使得返家或农耕交通路遥遥 必须绕道超过10公里远的距离 农民感到不方便 但也敬畏于天灾地变的破坏威力 目前玉里警分局辖区派出所也紧急封闭桥梁两端 禁止人车通行,避免发生危险 只是后续的载后重建 还得要面临两到三年的交通黑暗期 民众也很无奈 记者是玉兰 卓西玉里采访报道